委員你好 請問你覺得未來的四年 國民黨有沒有可能下架民進黨 還說會被民眾黨取代呢 國民黨不會被民眾黨取代 而且也沒辦法下架民進黨 我剛才講過了 第一個就是說賴清德 他是一個比較保守 他不會有開創新局面 但是我認為他也不會犯大錯 不像蔡英文犯那麼多大錯 什麼高端疫苗 要打啊對不對 BNT不准進口啊 妹妹 妳在搞什麼鬼對不對 他不會幹出這種錯誤 他比較保守 但是不會開創新局 那所以他會善用他手上的執政的資源 有執政有資源可以用人 可以引進人 可以吸引選票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在下一次 四年要推倒他不容易 比較容易要等到他任期結束 老百姓膩了 因為民主技術 民主就是政黨輪替 懂嗎 任何沒有政黨輪替的地方 絕對是不民主 像大陸就是沒有政黨輪替 不民主 對不對 合不合理 新加坡也不被人民主嘛 對不對 沙地阿拉伯更沒有民主了 對不對 還有我們台灣的友好的國家 叫史瓦地尼有沒有 那完全不民主到家了 而且專制獨裁到家了 整天亂殺人 那不管大人 可是他是我們友邦 我們說跟民主陣容站在一起 其實我們都跟獨裁人 站在一起 很糟糕 等一下 那個同學你激動了 我講了事實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不太可能 那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的支持者 有一個共同特性 因為國民黨的基礎 不是在黨中央 國民黨的基礎是在很多的 勢力的一個聯合體 民進黨其實也一樣 而這聯合體 比如說第一個我們有地方派系 第二個我們有這個知識分子的 比較相信就是說 中華民國意識形態的 比較相信就是說 兩岸要和平不打仗 因為打仗的話 我跟妳講 很殘酷的 妳看烏克蘭 只有女生還在 在座男生都不見了 拜拜 都不見了 沒有 因為他們最近打了兩年戰爭 年輕人 20歲到40歲 死了多少 25萬人 上戰場 只要上了第一線 平均存活時間 沒有超過18個小時 那我以為妳覺得 國民黨下一個可能可以造成 政黨輪替現象的候選人會是誰 盧秀燕 唉唷 因為喔 誰從這個 把國民黨手中政權拿走了 是民進黨的女性 男人都拿不走 所以要把民進黨手上的政權拿走了 國民黨的男生都不行 要靠女生 講完還不行嗎 年紀太小 太年輕了 他下一次還要再選一次台北市長 現在選台北市長 他這次民調還不錯 可是問題 我覺得對他不是覺得那麼穩喔 為什麼 上次他得票率還沒有 他得票率還沒有盯手中多 而且還沒有連勝穩多 那只是因為三個人選 就是他贏了 那下一次萬一對一呢 對不對 就難講 而且何友宜在台北市的得票數 只贏賴京的一點點 最後謝謝 講完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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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